他这个在老的印尼的优秀选手的带动下啊 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今年是18岁 在上届比赛呢 他也成为了决赛 最后是败给了丹麦的选手 Pieter Gatt去第2局 他在和中国台北 陈锋的比赛中 是两局呢 打得都比较紧张 第一局是17比15取胜 第二局是15比12取胜 所以这次比赛呢 由于这个Pieter Gatt意外的被淘汰 加上中国世界冠军孙俊殷伤缺席的情况下 所以呢这个陶菲克啊 这个增大了他夺杯的机会 陶菲克说呢 他说我认为自己可以赢得这次比赛 我想这将是我夺得 像全英这种大赛大型锦标的最佳机会 今天下选择呢 表现得非常出色 陶菲克呢 我们知道他是世界的排名第六 第五 中国选手罗以刚是排名第六 在这场比赛之前 也是在这个 2005年三分以前的拳赢之前啊 排在第一的是盖德 就是Pieter Gatt 排在第二的呢 也是丹麦选手拉尔森 排在第三的是马来西亚的选手 黄宗翰 排在第四的是 印度尼西亚的马列夫 排在第五的就是印尼的陶菲克 第六的是中国选手罗以刚 第七的是中国的陈红 第八的是中国的孙俊 第九呢 是印度尼西亚的阿尔比 第十呢 是中国台北的陈锋 这时候夏宣泽的排名呢 大概在20名以内 好像是17位 所以今天呢 从这个形式上来看 对夏宣泽非常有利 我们知道呢 在夏宣泽之前呢 中国已经有六名选手 获得过全英一毛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冠军 呃 我们可能还记得 阮靖在1983年获得冠军 赵建华在1985年和1990年获得冠军 洋洋呢 在1989年获得冠军 刘军是1992年获得冠军 董琼是1997年获得冠军 那么再有就是孙俊 在1998年获得冠军 现在1比11 还是条底线 头顶杀直线 这个接杀接对角接得很好 现在这个陶菲克啊 他打不死夏宣泽 陶菲克是攻击力很强的选手 那再加上比较年轻 所以他一上来啊 让夏宣泽呢给控制住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11比1 看夏宣泽发球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呢 是在英国的伯明汉 在200年3月份的时候 进行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情况 这是男子单打的决赛 陶菲克连续攻 大家看他这个连续跟进的进攻呢 速度是很快的 那那是男人的男人的男人 2 11 准备了 出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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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呢 夏先泽的排名呢是 目前是世界第十二位 也就是中国队呢 目前他排在第五位 是第十二位 这个球是界内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四比十一 陶贝克这一段呢 是连续的最后的几分 中国队呢在这关键的时刻啊 在这特殊的阶段里 应该说夏先泽和吉星鹏 这个闯出来 这个对中国队的实力的弥补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老将董炯啊 有伤 那孙俊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也是因伤缺症 所以这样呢 中国队呢临时啊 这个像夏先泽啊 吉星鹏啊 出来再加上罗一刚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队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但是毕竟年轻选手呢 他缺乏大赛的机会 缺乏大赛锻炼的机会 所以在关键的场合 能不能盯得住 这还是一个问号 今天的现场呢 也可以看到很多留学生 也前来为中国运动员加油 批掉 斜线 现在双方在对拉 这次要有耐心 也是全面的比 个人的技术 身体素质不乏 等多方面 这个车打得很漂亮 4比12 4比12 好的 哦呦 这球出界了 托飞克呢 他的特点 大家可以注意 他速度是比较快的 特别是跟进的特别快 一旦有机会的话 啪啪啪的几下子 对方一般的顶不住 但今天夏先泽呢 表现得非常沉的 对他这种突如其来的 连续进攻呢 狼排是不错的 所以就形成了两方呢 谁都很难打死谁 关键要看谁少失误 在这个多拍拉掉的过程中 能够沉住气 减少失误 另外就是在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呢 怎么想办法呢 这个能够速战速决 调高球到底线 大力杀 托飞克呢 目前是世界的排名第五位 在全赛之前 他是排名第五位 而夏拳泽呢 是排名第十二 明显是在他之后 印尼队的选手的这个假动作啊 都非常的好 出球的这个动作的一致性 比较不错 像刚才这个球跳起来以后呢 只是在出球的一瞬间的时候 手腕一拐 变成直线 所以判断起来比较难 托飞克在这个身体的柔韧性方面 看来是不如夏拳泽 夏拳泽在 像刚才呢 这几个低球 就是下手球的时候呢 身体 往下辅得非常大 幅度非常大 看来要求柔韧性要非常好 所以观众 200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呢 第一局比赛 现在夏拳泽 中国选手是以13比6领先 这是个运气球 14比6 而夏拳泽发球 15比6 这样呢 夏拳泽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又取得了胜利 因为相比之下呢 就像这个报纸上披露的 说托飞克啊 他看到这个孙俊 因伤缺阵 皮特盖呢 又被淘汰 在这种情况下 他认为这个冠军啊 他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所以可能也是正因为 非常想的冠军 所以在今天的比赛里边呢 应该说发挥的没有 这个夏拳泽发挥的好 因为 陶飞克从他的知名度 到他的整个整体的水平 世界的排名 他是目前第五 夏拳泽是排名 第十二 但是夏拳泽呢 他应该说也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因为他在去年的荷兰 和德国的公开赛都获得了 几分以后 形成了这种相持 最后还是以大比分超出 各位观众 现在您看到的是在英国 博明汉 200年3月 进行的全以毛球公开赛的 男子单打决赛 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了 第一局的比赛是15比6 中国选手夏拳泽是1比0年线 几分之练 中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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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 structural 一小小小的摩托 一定是 是返回摩托 是非常非常强的 估计的返回摩托 估计的返回摩托 是一种很常质的返回摩托 一样 一样的返回摩托 在这个第一局的后半局里面呢 中国选手夏天泽也是有两次的边线输 是比较可惜的 刚才又是出现了一次边线输 跳起批跳 跳高球到顶线压头顶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放网 大力杀 现在夏天泽提出要换一个球 夏天泽是来自浙江的运动员 这边呢 是今年21岁 是近两年 刚刚这个展露头角的一名小将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现在场上比较1.2 这是第二局在刚刚开始 现在可以刚才那个大力的批判很有力量 cry for response from the Indonesian Well once again Just giving us a demonstration of how to move round the head Look at the footwork Movement Why do you think Hiddiyac go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is return to serve The reason that Biniengi is serving low Is to force that shot out of Hiddiyac Hiddiyats must start now to think about what shots he wants to play off the return Well only long by a whisker Delightful angle Hiddiyats Ready taking their shuttle behind him creating the angle A cross court shot Well just to prove that his movement forward is just as fast as his movement back in court 通过这个慢动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夏新泽刚才这个点呀是掌握得非常好 恰到好处 1比6 好的 这球是突然加快了节奏 平抽得手 Tafik呢毕竟呢他岁数还比较少 但是这个队员出道了 应该说 并不晚 Third shot of the rally by playing a smash If Hiddiyats could mix up the angles around the front of the court Not only playing the straight net shot but turning some cross court That will then either force the net shot or the lift out of transit Well I noticed on that last rally Well I noticed on that last rally Almost drove the reply back That's wide 2 另外在胸和吻上掌握得还非常的恰到好处 And he doesn't like the call 3 6 It's a desperate backhand block 这个球从我们那个角度看应该是出界了 现在3比6 批掉斜线 压头顶 大家看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好的放王 再放 好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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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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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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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時是在一段時間來的時間 九點 我猜他應該知道那 那是為何他會掛出了一段時間 第一次走那一段時間 那裡他有一個大機會 但他已經掛出了一段時間 如果他覺得肯定 可能我們應該有看到 一段時間的荒地撞撞到那一段時間 现在如果呢要这样打下去的话 对这个夏生泽来讲呢就比较有利 因为他现在总体上来看是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 从位数上来看呢要比这个陶菲克要少一些 在进攻能力上呢没有陶菲克快 但是陶菲克的这个快呢 对夏安泽来讲呢他这个防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个头顶杀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10 opinion 两个是三 encrypted 并ее真是一速突破的 受轮上来线 zwar providers 打得更加重了 被迫均清下时 被迫吵收拥了 由于在2009月份将进行奥运会的比赛 奥运会的羽毛球是一共有五枚金牌 就是比乒乓球要多一枚 它多一枚混合双打的金牌 那么这个对这场比赛来讲 应该说对奥运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练兵 同时也是一种对对方给行动的压力 比如夏宣泽如果能够取得胜利的话 那么对他来讲对搭好奥运会的信心会明显的增加 现在场上比分是11比5 现在发球的是中共选手夏宣泽 套杀 这种比赛的比赛的比赛 哦他力很非常强 很足 用力很激重 在这边呢 当时二赛的比赛 是有一种比赛的鞋 总的对方已经除了 组合最高的比赛 这么高的比赛 就行了 这比11 放网 挑高球 这球好像重做有点稍微有点犹豫 7比11 这球由于淘菲克的杀球的点非常好 杀到了对方的中路 大家看杀的中路 所以他侧身接的时候 这个球位置不好 因此球回得很近往又高 现在8比11 好的 这是头顶杀 所以夏星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这种后发之人 就是防守反击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 有的时候眼看着淘菲克 很快的力量 很大的这种很有力的进攻 却打不死他 然后他翻过手来 就可以进行反攻 这一段夏星泽的位数比较多 这又是一次位数 9比11 被对方这一段追的非常多 刷其线 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2000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 在前面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在第二局 一开始的时候 夏星泽一直是出于领先 开始领先个四五分 现在把比分已经被淘菲克追了回来 还相差一分 11比10 应该是出于领先 地球 这是李永波总教练和唐仙虎南丹教练 现在12比10 在中间一段呢 应该说 这个下选择啊 打的不是很明显 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中间的五位数比较多 另外可能呢 从心理上来讲呢 没有开始打的那么稳健 那么有耐性 13比10 所以作为年轻选手来讲 关键问题是要稳定 发挥呢 要稳定 好的 这球打得非常快 十三比十 十比十三 他会给他挖起 刚才那个放网球啊 动作做得非常的漂亮 11比13 现在从体力上来看 好像陶肯克呢 还是不错 没有多大的影响 你看这个跳起来杀斜线的这个球 保持了很好的速度和力量 这个中局啊 小仙泽没有完全抓住 本来呢领先五五分 那个时候呢 这个能咬住的话呢 就非常有力量 这一球回球的时候 质量不是很高 他会可以往前铺球成功 对球太高了给他 这样双方就打成了13平 根据羽毛球的最新的规则规定 如果打到14平的话 先到14的一方有权选择再赛3分 或继续打完比赛 而不像过去 这个13 14都有一次选择权 有两次选择权 现在只有一次选择 好的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是一个对角线的进攻 这接杀便被动了为主动 这样夏星泽夺回了发球权 这是第二局 在第一局他15比6先胜 这次是一场赛4分之一 这次是一场赛4分之一 是一场赛4分之一 是一场赛4分之一 这球夏欣泽打得比较果断 那这运动员就是在不同类型的比赛中逐渐的成长 像夏欣泽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全英羽毛球的决赛上 这就标志着已经进入到了一流选手的行列 好的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大家看到这个总教练李永波也非常高兴 确实今天这球夏欣泽表现的是非常的沉稳 如果说处理的好 主要好就好在这个稳和凶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好 尽管中间也出现了一些无尾事物比较多的现象 出现了这个竞技的低潮点 但是呢 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 在更多的时间是表现的比较正常 而且打得非常坚定 有耐心 似乎给我们感觉陶贝克是很有力的进攻 但是也无法突破夏欣泽的这道长城 翻过来呢夏欣泽呢在人手的基础上 然后进行反攻 这样呢夏欣泽就获得了 2000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冠军 我们知道在1998年的时候呢 是中国选手孙俊夺了冠军 1997年的时候是董景夺了冠军 今天我们看到夏欣泽又获得了全英羽毛球的冠军 我们祝贺他